当各界各地都在为母亲的辛劳准备礼物时 华联基督教女青年会黎明庇护工厂 联手募集抹茶栗子棒蛋糕 绝号向类母亲们表达致敬以及致谢致意 推出向类母亲致敬的华联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长 韦索宁表示 YWCA是妇女姐妹们组成的社团 会员都是守候孩子 照顾一家老小的母亲们 过去几年来都会在母亲节的前夕 募集蛋糕分送到教养院 育幼院客服班的照顾老师 感谢他们照顾父母亲不在身边孩子们的课业 许多的老人家或是需要长期照顾的是住在安养护机构 但是这些照顾服务员呢 不管是本籍还是外籍 那他们都是日夜24小时的照顾我们的长辈 那我们也看到他们有用倾听的安慰的口 还有温柔的手来照顾我们的长辈 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减轻在照顾长辈上的一个担心 让他们能够宽心 那么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 我们跟黎明皮肤工厂来合作 那就是用抹茶栗子蛋糕来对他们感谢 那另外呢 也在4043的这个4月3号的这个地震之后 那我们也看到这些长辈 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移动 那然后呢 也都是完全看照顾服务员 那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日子里面 其实更加的辛苦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一个小小的蛋糕 来表达我们的关心 然后我们也在这个高龄化的社会 让我们的花莲基督教女青年会 也能够为社会尽一份宝宝的责任 也表示我们的敬意 所以我们推出这样一个 类母亲的母亲节活动 谢谢这些没有血缘的 却愿意来照顾我们长辈和亲人的照顾服务员 0403这一次的地震当中 确实造成庇护工厂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收政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当中 我们预计本来要推出的 抹茶粒子放蛋糕这样的一个产品 非常感谢由我们YWCA 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推出类母亲的一个部分 那也帮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之下 提供了180份的这样的一个礼盒 能够提供给花莲的类母亲们 能够有享用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在工厂这边 也很感谢社会大众的一个支持 在这一次的我们的母亲节的节庆当中 能够推出这样的一个产品 能够受到大家的广受大家的一个欢迎 这份母亲节的礼物 并且向150位照顾员致敬 和视线 礼盒内附赠了签名和祝福卡片 让母亲们照顾服务不孤单 有人为他们假如打气 一份蛋糕三份爱 连结了互不相识的捐赠者 蛋糕制作者 照顾服务员 在关怀友善环境当中 彼此纪念祝福 成就美好的事工 祝福照亮你 母亲节快乐 记得转称欢迎收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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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